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 人人都于光明中大放异彩 但是当夕阳夕落 世界沉入黑夜的时候 我们拿什么来抚慰惶恐的心灵呢 与您分享石铁生的文章 只有个人自由才有普遍利益 选词并细碎笔 我们太看中了白昼 又太忽视了黑夜 生命至少有一半 是在黑夜中啊 夜深人静 心神仍在奔突和浪游 更因为一个明确走在晴天朗诏中的人 很可能正在心魂的黑暗与迷茫中挣扎 黑夜与白昼之比因而更起悬殊 这迷茫与挣扎不是源于生活 但更是狂正或狂正的可能 这就得把那个像字 颠来倒去打他几回 因为这黑夜 这迷茫与挣扎 正是由于无可像者和不想再像什么 这是必要的折磨 否则尽是酷消子孙 千年一日将是何等无聊 连白娘子都忍不住仙界的寂寞 千年等一回来寻找人间的多才与真情 不能因为不像就去谴责一部作品 而要看看那不像的外形 是否正因有心魂在奔突 或那不像的传达 是否已使心魂震动惊醒 像已经太逆人 而不像可能正为生徒开辟着心欲 艺术高于生活 似有些高高在上 清漫了某些平凡的疾苦 让人不爱听 再说 这高于的方向和尺度 由谁来制定呢 你说你高 我说我比你还高 他说我低 你说他其实更低 这便助长霸道 而霸道是蛮于骗的基础 那就不如说 艺术异于生活 异是自由 你可异 我亦可异 异与异仍可存异 为异端的权力 不被剥夺 是普遍的原则 不过 异主要是说 生理的活着基本相同 而心魂的眺望各有其异 物质的享受必趋实际 而心魂的眺望 一向都在实际之外 但是 实际之外 可能正是黑夜 黑夜的那边 还有黑夜 黑夜的尽头呢 尽头者 必不是无 仍是黑夜 心魂的黑夜 人们习惯说 光明在前面引领 可光明的前面 正是黑夜的呼唤呢 现在的光明 俯视结实 你要嫌累 就避开黑夜 绷排队 也能领得一份光明 可那样的光明 一定能照亮你的黑夜吗 为心神的黑夜 才开出生命的广阔 才通向精神的家园 才是要麻烦艺术 去照亮的地方 而偏好实际 常常湮灭了它 缺乏对心魂的关注 不仅限制了中国的艺术 也限制了中国人 心魂的伸展 普遍主义 很像高瑜 都是由一个 自以为式的制高点 发放通行证 强令排意 要求大家都与它相同 此类普遍 自然是得反对 但要看明白 这并不意味着天下人就没有共通点 天下事就没有普遍性 要活着 要安全 要自由表达 要维护自己独特的私语行 这有谁不愿意吗 因此就得想些办法来维护 这样的维护 不需要普遍吗 对反对普遍主义 这最愚蠢的理解 是以为你有你的实际 我有我的实际 因此谁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吧 可是 日本鬼子聚齐实际 要侵略你 行吗 村长聚齐实际 想强奸某一村民 也不行吧 所以必得有一种 普遍的遵守 语言也是这样 无论谈恋爱 还是谈买卖 总是期望相互能听懂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就不如各自回家去睡觉 要是你听不懂我的 我就骂人 就诉诸强迫 那便是霸道 是要普遍反对的 可是反抗霸道 若也被认为是霸道 事情就有些乱 为免其乱 就得有法律 就得有普遍的遵守 然而又有问题 法律由谁来制定 只根据少数人或国的利益 显然不对吧 所以就得保证 所有的人或国 都能自由发言 说到保护民族语言的 纯洁与独立 以防强势文化 对它的侵蚀与泯灭 我倾向赞成 但也有些疑问 疑问之一 这纯洁与独立 只好以民族为单位吗 为什么不更扩大些 或更缩小些 疑问之二 民族之间可能有霸道 民族之内就不可能有 民族之间可以视强凌弱 一村一户中就不会发生 同样的事 为什么不干脆说 保护个人的自由发言呢 本当是个人发言 关注普遍 不知怎么一弄 常常就变成了集体发言 却只看中一己了 只有个人自由 才有普遍利益 只因有普遍的遵守 才可能保障个人的自由 这道理多么简单 事实上 轻蔑个人自由的人 也都不屑于普遍的遵守 道理也简单 自由亦普遍 大字 搁在哪儿 远来的和尚 原是要欣赏异地风俗 或为人类学等等采集标本 自然是希望着种类的多样 稀有种类 尤其希望它保持圆态 不见得就有闲心去想 这标本中人是否活得煎熬 是否也图自由与发展 他们不想也倒罢了 标本中人若为取悦游僧和学者 而甘做标本 倒把自己的愿望废致 把自己必要的变革丢弃 事情岂不荒唐 肆意狂欢后放声悲哭 人们总喜欢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 自由和不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呢 人生和世界一样 想要保持天平两端的平衡 当然不能把选择只放在一端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三零五读书 收听更多经典文章 我是潮雨 祝您晚安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